台湾是世界少数使用繁体字的国家 有文创业者为了宣扬汉字之美 取得了洪根生老师的汉字行销授权 推出一系列文创商品 另外还有以柴犬为主角的商品 同样是受到大家的欢迎 这个以洪根生老师的汉字所设计出来新兴的心经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文创业者为了宣扬繁体汉字之美 取得行销授权之后 设计了一系列的商品 那其实在放眼世界看过去 其实使用繁体汉字的国家已经不多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以繁体汉字 来做一些文创的一些礼品 莫名其妙这个品牌 它是取得了南台湾的高雄 后现代水墨画家 那个洪根生它的汉字授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它一些介绍 然后这边就是运用它的一些汉字 做成了一些文创的礼品 像是我们把那个心经 刻意做成是心形的样式 然后做成这个复制化的形式 那这个可以摆在桌上 也可以挂起来 对 那大家就是透过一些汉字 那像这个心经 它是刻意做成是圆形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个使用的 也是一个艺术维盆等级的 一个复制化 那这边呢 还有运用它一些制作成的一些 像是笔记本或复制化 那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汉字的品牌 可爱的柴犬一直受到不少民众喜爱 业者也利用了谐音的巧思 设计了四款让人看了会会心一笑的商品 无论是T恤或是杯垫 都让生活更有趣 因为我们是取汉字可能它有趣的地方 不管是字音或者是字意 所以像我们多财多益呢 有四字财财 像废财就是要放轻松 对 那花财就是恭喜花财来 那总财呢 我们因为它是跟汉字有连结 所以它是总财说话了 还有天才呢 就是好运到 业者也多次参与空中大学举办的创生试集活动 让大小朋友可以自己动手设计手提袋 透过已经印制好的各种贴纸 让民众发挥自己的创意 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G9房间凯琳锦于卢州采访报导